1月10日晚上10點,澳門有線第三高清頻道將會播出世界太陽能挑戰賽 世界太陽能挑戰賽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艱難的太陽能汽車競賽 整個賽程橫跨澳大利亞3000多公里 從北部的達爾文士開始到南部的亞德萊德士結束 這個傳奇般的競賽不斷挑戰著人和機械的極限 他們的目標是僅僅通過使用太陽能作為驅動,以最短的時間到達終點線 在這個挑戰賽後,我們將會緊貼播出IDR的紀錄片 IDR是大眾汽車第一款全動賽車 他幾乎無聲無色地飛越賽道,無論去到哪裡都不斷刷身絕記錄 羅曼·杜馬斯作為IDR的賽車手 將會向大家喘息今年電動氣車具有理情悲息意義的發展 如果想知道他和IDR的故事就記得留意這集節目 兩集節目將於1月10日晚上10點 將會在澳門有線電視第三高清頻道或公天數碼頻道60台兩集連播 並於1月11日上51點再次播出,歡迎大家收看